来 你好 你怎么来了 我给你来点事 大概就这么个情况 我呢已经找人 把那宿舍都收拾好了 你随时可以回去住 然后你把你这个手头工作 交接一下 公司这边我就给你办入职 不是 学长他怎么知道我辞职了 你辞职了 他没跟我说呀 那那不是挺好的吗 那你明天就来公司呗 我 我考虑一下吧 这有什么考虑的呀 我看你啊 蛮适合做造型的 你说你这个工作刚一辞 咱那公司宿舍又是现成的 咱总比你住住 住别人家乡 好 我 我觉得是太突然了 要不 我就想一想 我想想 你怕回去 不好意思啊 我跟你说啊 这回跟上回我让你当助理 那完全不一样 这回可是有专业头衔的 再说了 汉晨现在在公司 那可是金飞锡笔啊 有他照的 没人敢欺负你 你们俩也是我看上长大的 其实啊 挺有默契的 我跟你说实话啊 这回你这机会就是汉晨 他已跟公司许悦换来的 你可不能辜负他这一片心意 不是 我都跟他说过 私是私 公是公 我到时候跟他说一下吧 别别别别别 行了 行了 姑奶奶 你别跟他说了 你说完了之后 他又埋怨我 你说你非要劝 你 你就劝劝他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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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雨 不完了吗 是吧 什么 打扰你房东了 他跟他姐 一样啊 暴脾气 就这个你还在这儿住呢 哥哥狗染了 我跟你说 对 说好了 我请啊 不用 去跟我抢 你说说 我才几天没见你 就这么多事 行行行 我不抢 你慢慢吃 你慢慢喝 不过你说 我该不该去啊 没看出来 方汉晨还挺爷们的 去不去取决于你们俩现在 到底什么情况 不就是学长学妹吗 少来啊 我跟方汉晨也是学长学妹 一样吗 我一直都没问你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 就这么亲自幼好了 你说公司也是封闭培训 严加看管 怎么就让你们俩突破防线了 你怎么说得那么难听了 怎么难听了 不是 这个 我们就是 你还记得 那时候 在深深培训的那年春年 那一年我回美国 和家里人过年了 零零好像也回去了 对 就那时候 大年三十 冷冷清清 就剩我和学长了 当时我们都特别穷 什么钱都没有 但是 他还是带了我去美食街逛逛 我们还吃了凳火锅 就当做是过了个年 结账的时候 他让我出去等他 可这个玻璃 我看他掏出他的钱包 连剩下的几块硬币都掏出来了 我看到就 还有这一处呢 我说呢 这也算是一起吃过苦的幸福吧 不过一起吃苦也不代表爱啊 你喜欢他吗 不知道 你少跟我装林佳怡啊 怎么就不知道了 我看你们俩在一起挺高兴的 是挺开心的呀 但是我每一次想到 他为我牺牲的这么大这么多 我就觉得承担不起 那他不在的时候 你会想他吗 会吧 但是也不是一直想 你说这是喜欢吗 这个傻子 你是不是还没开窍呢你